自相機 把自相機經過我們的電腦 整合成一個環場的 環周的景象 沒人操控方向盤自己會轉動 車子也跟著前進 過去在電影才會出現的畫面 竟然真實上演 這是由工業技術研究院 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的自駕車 工研院資通所副所長 同時也是計畫主持人的鄭盛慶表示 工研院歷經四年多號 高知書研發了自駕感知技術軟體 運用在民間企業生產的電動車上 不管是車體電腦還是感知軟體系統 全部都是MIT 今天給大家看的就是說 這些的主要是感知的這個部分 是我們工研院的同仁來做 全部都是自行研發 那事實上電腦我剛才也講過 有零滑 他原來是在做工業電腦的廠商 那現在他把它放在這個車上 他也要開始改成車用的電腦 那以後就是整個車子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就是幾乎是國產的東西 工研院專案經理理事會 進一步表示 這輛自駕車設有雷達 攝影機等設備 具有感知及辨識能力 遇到人車等障礙物 會主動停車及繞行 由於台灣通行場域相對複雜 因此只要更新軟體資料 就可以輸出海外 這個車上有五個功能 其中第一個是 直線運行 固定場域繞行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Stop and Go 所謂Stop and Go 就是遇到障礙物的時候 就是你會停止 然後等障礙物移除之後 你才會繼續運行 然後再來就是 路邊如果有停車 臨停的車輛 他也會繞行 或者是有人滑手機 沒有注意到道路的來車 那這輛車也會停止 等這個人離開了現場之後 才會繼續運行 然後還有起步 就是煞車突然起步的部分 也是在這個車上 這五個功能都已經有完整的 完整的可以展現 試機搭乘過後 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陳樹芬 也對這輛全由國人研發的 自駕車贊不絕口 尤其是照這個圓環 這個點對點的這個 在聚焦的部分 非常的和緩 所以不會有那種 我們如果人工自己駕駛的時候 這樣一直在轉 因為他這個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在SURCLE載到這個圓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這個 我們在講的非常的平順 為了展現國內電動車 及自駕技術發展成果 從10月8號到10月11號的 國慶連假期間 每天上午將在海科館 潮進公園提供民眾 免費試乘體驗自駕車 想感受坐在無人駕駛車的民眾 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張祈腾 金融報導